3號強風訊號是繼續生效的 在衛星雲圖上看到 正午12時時 颱風沙德爾襲翼在香港之南約500公里 壞的天氣也集中在我們的南面 事實上南海東北部 普遍受到不治東北裂風的影響 本港高地也偏中在吹裂風 沙德爾會在下午初時 與香港保持約500公里的距離 本港風力初時變化也不會太大 預料沙德爾會向西移動 橫過南海中部大致移向海南島 至越南中部一帶 按照現時的預測路徑 沙德爾會在今日黃昏最接近香港 在本港以南500公里左右跌過 今日黃昏後本港會轉吹偏東風 風力會有所增強 除非沙德爾採取較接近香港的路徑 或者顯著增強 今日改發更高熱帶氣旋警告訊號的機會降低 換言之3號強風訊號會在今日維持 在天氣預測方面 預料今日會是吹強風程度的不至東北風 高地間中吹裂風 稍後會轉吹偏東風 因為海面有大浪和湧浪 市民應該遠離岸邊 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動 天色方面會是大致多雲 下午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和乾燥 晚間會有一兩陣微雨 展望方面 周末期間風勢仍頗大 海有大浪和湧浪 預料因為高空反氣旋 會在下周初增強 華南的天色會好轉 本港方面是大致天晴和乾燥的 好可憐 呀